货缺的交通工具 但是高雄捷运的搭乘人次却一直无法提升 不但高捷公司亏钱 车站里面的商店街也租不出去 现在高捷公司打算要推出第一年免租金的优惠 吸引业者进驻 希望能够借由商店来聚集人潮 让车站可以热闹一点 但是有业者表示 高捷部分车站一天的进出人次只有几百人 而没有人潮就没有商机 就算是免租金 开店也无利可图 走出高捷大辽站 眼前一整排商店街全都关门 一年多来没有业者进驻 高捷站店商店进驻率只有五成 现在高捷公司打算免费出租 我们希望更活络 目前的金运车站的一个人潮 人家说有人潮就会带来前潮 所以我们希望再炒热一下车站的一些氛围 宏居县总共有四个站 13个店面 只要业者提出经营计划 让高捷觉得有创意可以聚集人潮 就能够第一年免租金 不过像局限高线段 每天搭乘人口不多 进出大辽站的人数更是一天只有数百人 曾经考虑进驻的业者认为商机太小 招商的几率很低 一个商签要形成要有人潮 要有商机 你没有人潮没有商机的话 那个商签就没办法去形成 不收租金等于帮店家省去最主要的营业成本 高捷还是希望可以吸引勇于开创业绩的业者 在站内形成商圈吸引人潮 虽然高捷努力弥补亏损 但高层市议会还是希望高捷能够增资 为了要求高捷股东增资 市议会在审核捷运局预算时 已经附带决议要捷运局督促高捷董事会增资 否则就撤换现任董事长 高捷则表示 下个月会向董事会提案 记者网络是蔡明香高雄报道